以色列談判代表司法部長利福尼 和巴勒斯坦首席談判代表埃雷卡特 完成兩天的初步談判後 去到白宮和美國總統奧巴馬會面 美國國務卿克里公布 以巴兩個星期內展開持續而實質的會談 地點會是以色列或巴勒斯坦地區 內容觸及耶路撒冷地位 邊界和猶太殖民區等等 多個影響以巴地位的核心議題 他説 雙方會爭取在9個月內達成協議 巴勒斯坦代表埃雷卡特對談判充滿期望 指巴勒斯坦人是時候建立一個和平、自由和有尊嚴的獨立國家 而以色列代表利福尼就指 談判將會是很艱鉅 但是以色列沒有以糾纏在過去的爭端 而是著眼於為未來締造和平 香港歡頻電視機者 胡可問報導 分別這樣子 不要回頭 鼓勵 您搜尋